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要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 路加福音的22章从61节到65节 题目是信乐不仁不义 路加福音22章61节 主转过身来看彼得 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 今日鸡叫已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他就出去痛哭 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 又蒙着他的眼 问他说你是先知 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 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辱骂他 彼得想到了自己的失败 前晚才口口声声的说自己永不离开主 还说就算是同主下奸 同主受死都是甘心的 而如今主被抓捕 命运未卜 自己被外面的几个人一问 就当下口称发声的否认了主 还说不认识他 于是他就出去痛哭 为自己的错误痛苦 另外一方面 主被人看管 那些看管他的人就戏弄他打他 当然这些戏弄打闹 并非是严重的肉体伤害 因为他们只是奉命看守他 并没有权柄伤害他 但是就算这些小打小闹 也是伤害了对方 比较起门徒们爱主耶稣 彼得爱主耶稣 为他痛哭 这些人却伤害了主耶稣 任何一个有灵有感知的生命 都有爱也会被人所爱 也渴望被爱 但是另外一些有灵有感知 也有行动力的生命 有时却会去戏弄伤害另外一个生命 这些行为会使对方产生不必要的痛苦 会让爱他们的其他生命也感受到痛苦 那么为什么要这些戏弄的行为呢 这可能是来自于无知 也可能是来自于出偿权力的自我膨胀 在动物界中以狮子老虎为例 只有小狮子小老虎 在有一段时间里会有这种行为 去戏弄被抓到了猎物 让他们学会扑杀 然后他们看到对方生命的痛苦 就渐渐的会自己停止这种行为 不然他们的母亲会叫他们停止 因为他们虽然扑杀生命以果腹 但是也懂得尊重生命 会去尊重生命 减少不必要的痛苦 是神放在世上每一个生命里面的 我们看到一个一个神所造的生命 好好的快乐又美丽的存活着 都会感到高兴 就算是要杀死他们 吃他们的肉 都应该尽量减少他们的痛苦 这就是那些靠着杀害其他生命 以为生的肉食动物 也都会如此的去做 因为这就是神的心意 只有一些邪恶的死亡的生命 才会去沉迷享受与别的生命的痛苦 也会一直的去戏弄他们的生命 不能自拔 这些事情我们以前可能都曾经做过 但是在有了生命的成长以后 我们就要知道 我们曾经做所做的是错的 要改正过来 甚至要反转过来 去帮助别的生命 否则如果我们行恶 有可能会像此处看守耶稣的人一样 是坐在主自己的身上 你们问 怎么可能会坐在主的身上呢 在马太福音25章里面 有一段耶稣所讲的例子 41节 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 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 进入那位魔鬼和他死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 因为我饿了 你们不给我吃 渴了 你们不给我喝 我做客旅 你们不留住我 我赤身露体 你们不给我穿 我病了 我在监里 你们不来看顾我 听到的人觉得莫名其妙就反问了 44节 他们也要回答说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 或渴了 或做客旅 或赤身露体 或病了 或在监里 不伺候你呢 王要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 你们既不做在 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 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 如果一个人戏弄殴打 或是咒骂主所爱的一个最小的弟兄的话 那会不会就是 有如在戏弄 殴打 咒骂天地的主的那样 但事实就是如此的 保罗在罗马书中写下 恶要厌恶 善要亲近 这就是神借着保罗的笔 所要告诉我们的 而戏虐其他的生命 使别人或是别的生命痛苦 并非是小事 这不是从神而来的生命特质 愿上帝怜悯帮助我们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阿们